今天交友平臺,有人建議就用Tinder 但是並不是這樣子 好,那個成果就是大平台的推更成果 從branddash就變成confdash 就我們把它改變了 然後呢,主要就是呢 我們會有一個專案列表 所以所有進入的一層 就會進入這個 現在獎助金的這個列表 然後也決定了account應該就直接用這個投稿 然後呢,就是專案有一個列表 然後user也有個列表 那列表下面就是每一個人會有自己的交友頁 但沒有Tinder功能 patch 然後呢,就列出了action item 然後到處推坑 第一個坑就是推坑 然後我把branddash要deploy出來 對吧? 對吧? 好 差點說 差點說 公開推 然後 然後usiness 剛剛我去找poga poga配跟小蟹 小蟹會把坑彈回去 所以現在坑在poga身上 感謝小蟹把坑彈彈彈 然後那個界面文字 peace會寫對不對 然後字界是 字界格是文字我會和peace一起 好 然後使用者流程還沒有人認領 就是可以再順一次 然後最後就是account怎麼投稿 就是用這個系統 所以在座如果有人想要投account的話 就之後就是到了這個地方找 然後呢 希望就是8月1號前 如果可以把這個建立起來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接到那個年會的網站 然後開始推廣 然後在座如果有人要參加年會 有要參加年會舉手 以及報名的舉手 嗯 投稿的舉手 好 那沒有人舉手的舉手 沒有舉手的舉手 那你們是要去還是不要去 Kavin居然沒有買價 好 然後推就是我們希望 如果8月1號建起來的話 那他可能買到票 買到那個就是原價票的人 就會收到一封信 請你去增加你的這個頁面 那請大家就是盡量去增加 好 然後後面是參考 如果有相關就是 會議這種大型會議的相關的那種軟體 諸國去用過什麼軟體 你看到覺得還不錯的話 你可以去這個連結 然後把就是你們這些相關系統 貼到這個HackMD 給大家做參考 好 謝謝